在台湾 总统蔡英文在26号小年夜前往离岛马祖为劳官兵 却打破立任总统发表除夕谈话的惯例 27号未发表除夕谈话 也未有公开行程 总统府发言人黄崇燕27号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访问说 不过 接下来总统就会有公开的行程 总统府发言人黄崇燕说 至于除夕总统有什么行程 黄崇燕说 美国在台协会联谱网在农历年除夕前夕 放上2017美食全息系列贺岁短片 影片中 美国在台协会处长梅建华和副处长傅德恩 邀请同仁到家中 亲自为他们端上六道美国家常菜 美国在台协会处长梅建华说 我代表美国在台协会 敬祝大家 大吉大利 吉祥如意 新年快乐 六道家常菜是蚂蚁上树 果冻沙拉 辣豆酱 焗烤起司通心粉 麦根沙士 烤棉花糖巧克力夹心饼 梅建华分享他派驻台湾一年半 走遍台湾各地最喜爱的台湾小吃 美国在台协会处长梅建华说 第一个是瓜包 瓜包很像汉堡 但是口味更丰富 再来就是蛋仔面 一碗热腾腾的汤面最让人满足了 第三个是虱目鱼 尤其是在南部吃到的虱目鱼 美国在台协会文化官苏阿利提到 食物在台湾的农历年扮演重要的角色 AIT想借此时介绍除了汉堡以外 在台湾比较少见 但是在台湾也可以买到材料的美国家常菜 看台湾人喜不喜欢 AIT文化官苏阿利是办美国小孩喜爱的美国版蚂蚁上述 美国版的蚂蚁上述 与东方名菜蚂蚁上述以粉丝青椒豆瓣酱肉末等组成 一甜一咸口味截然不同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夏小华台北报道